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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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畢竟開始了 哈嘍 口號沒變 今天比較重了吧 晚上好 我觉得我的影鞋应该换了 它从前天到今天疯狂的跑片 但是我不想要这段时间换它 拉脱包咪 谢谢摄影的Juju 你拉长猫咪不是都可以拉很长吗 摄影 你为什么不可以被拉长呢 这只猫 不行啊 戴眼镜直播的话眼睛会变很小 不要 小卷游戏 怎么学我的梗 我是碾鱼游戏好不好 小卷 跟油皮 看来让你真的会偷 我的梗 对啊 怎么不是碾鱼游戏 碾鱼跟小卷 你们觉得哪个比较有趣 肯定是碾鱼吧 碾鱼游戏听起来比较赞吧 你想玩哪个 还是你想要跟马东斯大叔 碾鱼比较大只 是 鲑鱼游戏 鲑鱼前段的红过了 不要再 不要再玩鲑鱼了 我就觉得碾鱼很好啊 碾鱼 碾鱼 碾鱼的确就太 太吵了 小卷跟鱿鱼就不像吗 章鱼 实在是章鱼 晚安啊 鲑鱼不错喔 鲑鱼游戏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鲑鱼它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食物 就是它 它闻起来不是很香 就是鲑鱼味很重 有点 甚至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有点臭 可是它超好吃耶 我是爆炸喜欢吃鲑鱼的人 但是因为鲑鱼它不太能放 所以我也不是很常吃 要处理得好才会好吃 可是鲑鱼就很多啊 鲑鱼罐头 跟鲑鱼罐头 还有鲑鱼罐头 鲑鱼好像叫鲑鱼罐头 对啊鲑鱼要闻的实在是微妙 为什么几百万年就会统治地球 那我在几百万年我也可以统治地球啊 我如果有投对它的话 鲑鱼我还好 就是我我我我 我不会怕吃生鱼片 但我好像不喜欢吃生鱼片 因为我没有吃到我觉得超级好吃的生鱼片 有些人有些人吃好吃的生鱼片 就像之前之前我们家买过一些 好吃的日式的日式料理的生鱼片 他们都说超赞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还好 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爱吃生鱼片 很爱吃鲑鱼 我喜欢鲑鱼沙拉弄鱼 但是我也不吃生鱼片的鱼 有人病 你不回我 你怎么在这里冒泡 你还是去统治快乐星球吧 我现在就是快乐星球的啊 看不出来吗 我平常忙都是忙去快乐星球了 这几天就像 这几天就像烧市一样 应该还好吧 我这几天也是有乖乖营业啊 就是喜欢罐头鲑鱼加美乃滋 罐头鲑鱼要再加美乃滋吗 它不是超快就超生了吗 鲑鱼加美乃滋 就是一个感觉一下就超生的东西 学校有快乐 还要搞家退学也好快乐 烦死了 我没有来踏伐你 我在疼爱你的 快乐星球快乐 快乐 但是我喜欢美乃滋跟罐头啊 但是 罐头鲑鱼加美乃滋 好像就是一般上名字里面会有的料 就是最容易坏掉的料 念念晚上好 好呀好呀 我要聚餐 为什么好好 我很想要有公司聚餐 公司旅游 或者是公司出国旅游 或者是公司旅游 或者是公司包机旅游 或者是公司包厂旅游 或者是公司包车旅游 之类的 哈哈哈哈哈哈 美乃滋也有一个味道 美乃滋它其实 就跟鲑鱼一样 它就是一个闻起来不怎么样 吃起来蛮好吃的东西 美乃滋闻了也 有一种 有一种 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酸 美乃滋该酸吗 不知道 反正它闻起来也还好 美乃滋新人 美乃滋新人 是吧 那平常会有冲田总务 拿着炮对你吗 上次公司包机旅游 结果你都自己逛 好 其实我 如果出去逛街的话 我好像也是属于自己逛型的 因为我会觉得别人陪我逛很尴尬 我之前出去 之前 我不是有一次是出国吗 去日本跟我朋友 然后 那一次就发现了这个小小问题 因为我会喜欢自己逛 但是 有些人就是喜欢一起逛 跟我去逛街尴尬吗 我很常跟你出去逛街吗 我们的行程好像 多数不是逛街喔 对吧 反正你都在 对 我跟你都经常 已经在网购上面 拜了一些什么东西 出去的时候 通常口袋里都是 身无分文 不是 我不要不喜欢配合行程 是在 我喜欢 我们在同一家店 但是我会分开逛 而且 我觉得这可能 不是这样 因为是我小时候 我以前基本上 不太跟人家一起买东西 就是 我本来就有买衣服障碍 所以我不太会自己去挑衣服 然后 小时候就是 都是跟着妈妈挑 所以 既然妈妈在挑衣服的时候 我就不会跟她一起看东西 我就会跑去其他地方看东西 就变成我很习惯自己去逛其他的东西 跟朋友分散这样 但是 好像很多女生是喜欢一起逛 就有点像是说 会一起 就是对这个产品 有兴趣 或一起 对这个产品 有吐槽之类的 嗯 这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可是我喜欢跟 我喜欢跟别人一起出去 就是 一个人逛也是蛮孤单的 但是我一个人能逛衣服的话 会逛好久 有 我会逛衣服 只是 我自己逛的话 会 花很长的时间 在逛东西 我在买衣服上面 是真的很有障碍 百货公司都可以坐在里面 店里的沙发上 店里的沙发上 你说男友等位区吗 不是 之前百货公司有很多的那种梗 不是 不是百货公司 是民营梗图 不是都会有很多就是 这里是摆放男友 摆放宠物的区域之类的 然后可能女生都在里面Shopping 最近好像买了 你已经买很多了 请顾好你的副业 对啊 我就是怕跟别人逛街 很浪费别人的时间 因为我会花很多 很久的时间去 很久的时间去 纠结 专门负责决定要买哪一件的 我带其他人也是 我跟你说 就是反正我之前 就有跟 还是有跟同学出去逛过衣服 然后那一次 买回来的东西 都被我妈妈称赞说 哎呀很不错哦 就是 买这个 感觉是蛮适合的 就是你朋友很会挑衣服 这样 然后我想说 果然出去的时候 还是要 需要带一个 很会选择 没有选择障碍 或者是有一些美术感 或者是有一些美术感 那不叫美术感 那叫美感 嗨嗨 我安 蓝品君说我看 尊重你的IG吗 当然可以哦 蓝品君 按到罐头 买东西会杀架吗 要看东西 如果是一般店面 不太会杀 我会杀架 但是我不太常杀架 而且年轻人买东西 其实很少杀架 如果要杀架的话 可能是 哪种地方会杀架 我现在想不到一个例子 二手商品 有可能会杀架 然后 台湾不太杀架 对 市场会 然后 通常 不是菜市场啊 二手商品啊 就是路边摊 因为路边摊也可以杀架 但是 但是说真的啊 杀架这种东西啊 全部就是要跟着各种 例如 妈妈啊 或者是阿姨啊 或者是阿嬷啊 或者是各种 你懂吗 就是要跟着 前辈们的脚步 你就听他杀 就好了 不不不 我不是很会杀架的人 因为我会觉得很尴尬 市场其实可以杀架 但你只要买多 他就会让你杀 如果你 如果你买单件 你就杀的话 可能会有点 自己的心理 就过不去了 杀架是年纪的问题 是 我是真的觉得是年纪的问题 鹽酥鸡 鹽酥鸡杀架 你说老板 我 我 我买这么多 你算我200这样吗 可能原价230 240 那你感觉就只 送了一包薯条 好像也太少 350 300 是还好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是面妈出马的话 能杀架的地方 就不会是350 杀到300 这么简单的事 哈哈哈哈 嗨嗨 生血症 无法杀架 可恶 网购无法杀架 可以杀九层塔多一点 九层塔 九层 你说九折吗 不知道 不是通常都取个整数吗 就是什么 嗯 390算300 对啊 去尾数了啦 就不要跟我拿零钱了啦 或者是 嗯 如果你真的是买高价位的东西的话 好像可以杀 欸 不是欸 百货公司有的也可以杀欸 你们知道吗 因为百货公司的价位都很高 所以 通常是可以杀架的 就是你只要买多的话 就是 店员们 也要看店员们的程度 有一些会 就一口咬尽 不 不给杀 有一些会说 可能就是 啊 这真的是极限了 公司跟我说 我们只能这样了 这真的是成本价了 我不能 我不能再便宜给你了啦 姐姐 我跟你说 姐姐我这真的算你很便宜 你看我都不跟你拿零钱 可是 姐姐我再给你便宜喔 我一定会被公司骂 真的真的拜托了 好不好 姐姐我知道你是常客啊 你知道我那么常做到你 我当然是希望给你便宜一点啦 好不好 那 好啊好啊 没问题没问题 那不然你就再戴这件 然后我最多就跟你这样 那姐姐你这样说好不好 好啊好啊 可以可以 那就这样 你知道吗 店员都会叫你姐姐 他叫你姐姐 你会上去吗 这不可能叫我姐姐啊 当然是叫面妈姐姐啊 是吧 姐姐 这段你可以剪下来买周边的时候 放给姐姐听 真的 我跟你说 很多 就是很多店员是那种厉害的 还要开群组告诉你说 现在有什么特价优惠 然后你赶快来的那种 叫我 我不知道 我不太会自己去把握方式 或者是有贵姐的地方买东西 不太会 好像也没有被叫过妹妹 太奇怪了吧 你不觉得贵姐如果叫你妹妹 妹妹 我真的就算你这样可不可以 好不好 这样 感觉好像很奇怪 这姐姐就比较 对 附近的存家 全家不能插架吧 哇 排婚纱 嗯 我是没有这个困扰啊 所以就是 我可能 这样子不是很需要经历 婚纱 杀架的这种事情 毕竟我可能就 嗯 如果你说什么闺蜜婚纱 或个人单人婚纱 这种的话 我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婚纱是不是 竞争厂商还打电话来助攻啊 哇 这么受欢迎啊 这个婚纱在这个拍里 可以有多大啊 呃 对全家会有群組 呃 对全家可以打广告 数字商店也会有群組吧 嗯 嗯 就是 就是 我看过我同学有全家的群組 然后 也看过家人有数字商店的群組 哦 而且有家 哦哦 真的说不了 数字商店 数字商店 我们数字商店的姐姐很会做生意 都会 喊一些 很厉害的名字 哥 姐姐 你又来咯 4848也算 嘿 哥哥们你们又来光录营咯 群組有什么功能啊 呃 有很多 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分享的功能 但是的确 禁群組 如果你真的 很捧场的话 会买的蛮开心的 因为整体来说 可能偶尔会有一点点折扣 或者说 抢先 预购之类的 群組很厉害啊 对对对 群組里会有一些 阿欧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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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聊天很短 也有很多人喜欢聊天 你知道其实很多 叔叔阿姨都会突然 就是自从科技越来越发达之后 我觉得就是叔叔阿姨们也很厉害 就是会 运用各式各样的群組 开始有一些交流 我就看过了 因为宝可梦而结缘的 这种故事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什么 对 数字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的群組聊天 嗯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对 买 买 但 虽然 虽然好像就是一个 特权 就是 是不是使用了 使用了店员的特权 对 有这个都有 基本上都有 因为毕竟店员如果在里面的话 总是会有很厉害的 买家 很厉害的客人 有宝可梦 有宝可梦 宝可梦现在玩的人 其实应该不多吧 毕竟也很久了 我之前第一次被带出门 就要宝可梦好像是国中的时候了 还能抄额 抄额 抄额是什么 嗯 明丁嘟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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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使用过特权 是哦 之前都不知道连被衣裳都可以有群組 我跟你说 多的是 有 有群組的真是太多了 有机台的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 会有 会有卡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去玩那种跳舞的 跟 跟喜欢收集卡片的妹妹一起玩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玩机台吗 还是会有 我记得 有些 游戏 那这叫什么啊 那叫游戏店吗 我记得基隆也有一家 在庙口 在庙口 小时候有被 有被 有跟着面爸去逛逛过 叫什么来着啊 好儿童 好像那基隆庙口也有一家 就是那种有很多大机台 然后我们之前 小时候常去玩的是百货公司里的 是百货公司有的也会 有会装这种大型机台啊 对对对对叫好儿童 对不对 我不能确定 我好像没有在里面购物过 但是小时候有被带去逛街 哈哈 我知道 甲虫王者也有卡牌 我记得我有看过同班同学 在交易 甲虫王者的卡 而且 有的卡上面还会有 那个你知道 一条 亮亮的就是那种 你的卡片会闪的话 好像比较高级之类的 跟竹竹 跳游戏舞会的舞吗 想跟竹竹 怎样竹竹现在跳是吗 你说华尔滋吗 你说我现实跟竹竹跳 还是说在游戏里跟竹竹跳 在游戏里会跟竹竹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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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很想 对对对 有赏卡 我之前就有看过 赏卡卖很高价格的那种 为什么 要跳 好厉害喔 我刚刚不是说 我很想要什么公司 公司公司旅游 公司包机旅游 公司抱团 公司包车包什么吗 因为我这几天就看到有人分享 不是就是北京的 哈利波特园区还蛮大的吗 然后 因为他们的环球也是刚开而已 然后他们听说 刚开的乐园 不是都会有一些公关票吗 或者是说公司就会开始 选择去那边玩 选择去那边玩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分享 他们公司拿到了 环球影城的票 所以就是大家 一整一 一整间公司包车去 北京环球影城玩 然后 有些人是分享他们 在内测的时候 就进去玩 然后我看一下照片 都人超少的 你知道吗 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那样的风景啊 三卡跟普通卡的功能 不是一样 所以 不知道有些数值会比较高 听说 数值会比较高的 对啊 我们要包也不会是去环球 我们可以去哪 上海迪士尼 这是一个很棒的 选择 哈哈 谢谢元公公的风天 蛤 功能都一样哦 蛤 那这样子还要花大钱的话 就有点不值得了 我不是收藏派的 我有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太贵的话 我会折功能性 谢谢元公公的白马王子 我不会学马轿欸 魔 那是牛 蛤 马怎么叫 带我去流浪舞欸 带我去流浪 原本就有前面那个动画吗 前面那个从月亮飞出来的动画 是新增的吗 不对啊 浪Live应该不会更新动画 我一直以为只有后面那个欸 前面飞出来那个很帅欸 那不是马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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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假修! 你知道我剛唱的那個是誰的嗎? 我剛唱的MEDU MEDU是另外一首 另外一個動畫的歌 小馬怪 這是 滿有印象的一隻生物耶 漫畫的馬 叫聲好像都是 那是蛇吧 詩 對刀妹的 我剛唱別的東西 那隻馬好帥也會有裝甲 我沒有把假修看完 但是我大概知道假修在演什麼 所以這些就是 其他角色我可能就只知道假修本人吧 還有操控者 但是其实看过假修的女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同学很少 好像男同学也不多 我们这个年纪的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在 同年纪的人里面讨论过假修之间 这个动漫耶 一个嘴巴光线 贾修只记得诗语 胜利V 你说假修里的人物吗 对吧你看 真的没有看过假修 我是说我的同年龄的人 没什么看过假修 而且我之前问日本 我们的那个米蕾 我之前问他说 你有没有看过库洛魔法使 然后他跟我讲说 完全没有 而且在日本完全没有看过 这副动画的就是有播过 或者是什么周边之类的 然后我就前几天刚好想到这件事情 我又问了MAYU 然后我就说 就是库洛魔法使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说我知道啊 我就说 我之前问美玲 美玲说他在日本完全没看过 而且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而且我之前有分享 有分享过我家里有 库洛魔法使的卡牌 然后因为库洛魔法使的卡牌 他其实是就是占谱 占谱的那些 就是跟占谱的卡牌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跟我 美玲就回答我说 他以为这个是占谱 就是他还以为我最近在学这个 我就说不是 这是那个动画的一些周边这样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们真的完全不知道耶 哭了更早 那可是 为什么反而在台湾红成这样 对塔罗牌 我刚刚是突然忘记塔罗怎么讲 对不对 空放了 对啊 在日本库洛魔法使这么过气哦 那所以 在秋月圆出现的那些库洛魔法使的周边 是因为知道观光客都来这里 还是因为他其实还是有市场 漫画看的比较熟 你说假修的吗 日本动画几乎是不会重播的 台湾反而会一直重播 因为台湾买的就那些啊 日本动画太多了好不好 看他有新版出来 反而现在更有人认识 后面的透明牌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透明牌还是没有原版的经典 反而原版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不认识 就是这个年纪的日本人都不认识 我之前有跟来我们这边交换学生的日本人聊过 他们也是不太知道我们这边的动漫在流行什么 台湾一直有在播 所以日本就会一直出新的旧的经典就不一定会再看到 对 就只看 就只看现在线上在播的那些 嗯 我不喜欢透明牌的情感上面的设定 但是剧情其实还不错啦 日本都是抖人咪吗 诶 其实我不知道 我跟他们说 最近不是出那个吗 你们知道珍珠美人鱼在日本现在出了后篇的漫画 我突然觉得 珍珠美人鱼不是一个适合小孩子观赏的漫画 就是那个内容漫画 动画的年龄层反而更低一点 漫画很母汤耶 就是不是内容母汤 但是它画得很母汤 然后我想说 超级 对啊 超级额授不移的 就是那个内容不太适合让小孩子看 怎么会反而在小孩子 你看当初在台湾 都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好像是幼稚园吧 我幼稚园在看珍珠美人鱼耶 我小时候都还怎么了 珍珠美人动画还好 但是漫画不太好 漫画当然很牙扮吧 它其实也不是故事牙扮 它就是画得很影射性 对啊 而且路雅就是个花痴 为什么总是要画女主角设定成花痴呢 而且经常这样哦 谢谢小尖叔叔的香槟 那个年代不是风卡牌动画 就是有变身的 对 我刚好出生的2000年代 几乎全部都是有变身的 而且还会疯狂的播以前的 像之前什么新娘 新娘捧花啊 爱天使传说啊 那跟老实说真的太久了吧 画风就知道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 但是只要有变身的话 2000后 基本上台湾电视台都会一直疯狂的重播 而且我一直到长大之后 它反而还会一直播以前的东西 爱天使传说不是恰恰恰恰是要做那个小红帽恰恰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电视台 都播这些给小朋友看 不是说 悠悠TV 永远普及 你们知道这种海绵伯伯播出之后 悠悠TV再也没有说过它永远普及了吗 我也喜欢花样明星 而且我觉得花样明星的漫画很值得看 动画的话第三季以后就不用看了 第二季 第二季也很勉强 好看的反而不会一直播 对 手无铁心好像没有重播 超多卡牌 你有说Kilarin换衣服吗 我小时候呢 就是只喜欢Kilarin的偶像线 我对她的衣服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我现在才会变这样 你之所以会有很多卡牌 是因为一直帮她换衣服吧 所以你现在才会变这样 你看 小时候就已经很分明 分得出来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了 我小时候就是觉得 因为Kilarin一开始的设定是说 就是这个女生她 她算是误打误葬 她并没有想要成为偶像 她就是一毒气就说 我要成为偶像 所以才会叫偶像宣言 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开头 然后最一开始她是 也没有被经纪公司向重 因为她一开始是 阴痴 但是因为她就是这个 这个很愚蠢的宣言 让经纪人觉得 哦这个人好有趣哦 然后就说好吧 那不然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我记得 还有一段是 就是在练胆量 跟练唱歌吧 哇一个礼拜 就可以从音词变唱会唱歌 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从小我就对这件事情 非常向往 我就知道 哦所以应该要 说一些很荒唐的言论 经纪人才会看上你 你看花样明星从小就教错我 所以我现在才会长这样 然后被雷打到吧 她可能在路上唱歌 都被雷打到 所以她就突然之间变得很会唱歌 而且她是 我记得她好像是在 当红的男子偶像团体的演唱会上 抢人家的麦克风大喊说 我要成为偶像 还是我要当偶像 什么之类的 所以事实证明 首先你要先闯进别人的演唱会 并且冲上台 幸运的没有被保安拦住 然后抢了人家的麦克风 好像演唱会都没有其他工作人员一样 然后大声喊出我想当偶像 然后刚刚好你长得很可爱 所以下面的粉丝都觉得 哦这个好有趣哦 就开始起哄说 哇哇哇支持你 这样子 然后刚刚好你又被经纪人向中了 决定要栽培你 然后你在街头的时候 又刚刚好没有出现任何状况 越唱越开心 嗯 就是一个运气加成的故事 我要当老师 你看他不是演顺利吗 所以简单来说要做什么之前呢 都要先大喊 我要 赚大钱 你要先用左脚公怀 你们不知道吗 这就是动画 我小时候就是被这样骗进来的 而且他那个头发 对 我小时候对发型比较有兴趣 然后 我曾经 因为Kilarin Kilarin的头发 其实就是 蝴蝶犬 你们知道吗 他最一开始 平日常用的造型 就是蝴蝶犬 那样子的造型 然后我小时候就有绑过那个头发 就是我还跟我妈妈说 你看你看我好会绑头发吗 我长大之后要当发型设计师 我跟她说 想都别想 我对我的头发超没有辙的 我既不会自己用电棒卷 我绑头发还有障碍 我只要拆掉我的头发 就掉一堆头发 所以简单来说 我是不可能朝发型设计师向前的 而且我对头发的美感 好像也不怎么 不怎么咋力 然后 我就小时候会绑那样子 然后跟我妈妈说 你看你看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照理说那样子绑蝴蝶犬啊 你的头发 下面的头发不是会变少 很薄吗 然后啊 为什么Kiarin绑完蝴蝶犬之后 头发整整多了一倍 她那是 难道是夹的吗 这个是怎么多出来的 谁可以告诉我 她这边是怎么长头发 为什么 她绑完头发之后变多了 Gawa Pen Again 所以妹妹也要模仿她 对啊 我应该要冲进 然后不知道那时候 邱云康老师会怎么看我 哈哈 这个人 很有趣 叫她下去 我觉得这样比较正常 发片吧 空气藏在里面 用画的 对 她是用画的 对啊 她就绑起来 就自动加了发片 揭发不会让头发变厚 可是如果夹发片在里面的话 是会 会变厚的 蝴蝶面之前出现过了 太可爱的造型 常出现你们会腻的 对啊 没有 你不懂 我想说就是被这些动画片片去了 我一直相信会长那样说 就跟大家永远不懂小兰那个脚一样 一家 一家喔 一家的头发应该可以喔 因为一家的头发它其实还蛮粗的 所以那个蓬度会再更蓬一点 那头发里加海绵块啊 其实在古风盘法的时候很常用 因为古风的头发啊 上面不是都要垫很高吗 然后那个造型才会好看 所以其实你们看到汉服的造型啊 几乎都是有接发又有假发片又有放发包的 其实我觉得古风的头发超难搞 所以之前我在 我是不是有一次 我好像还没有在大家面前穿过汉服 对不对 那就没有 我之前有思考过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就想说汉服一定要把头发弄得很华丽 才撑得起来那个感觉 如果没有的话就有点浪费汉服了 所以就一直没有出现过 女生的头发超麻烦 里面铁支架 哇铁支架是有点重哦 是谁会用铁支架 古风的头发都超重的 而且你还要再 有人会夹那种大发沾 就是会晃来晃去的 麻烦死了 感谢红包 谢谢小尖叔叔的红包 小尖叔叔今天怎么了 他在今天冲进了粉丝团 还发了大红包 谢谢 我需要人工内衣 谢谢 上次这样你为什么会穿另外一件 你就不要啊 我就不要啊 因为太 你懂吗 就是他需要一个够华丽的 准备 如果不守会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来不及 因为如果不守会要常常 换衣服的话 那个头发我会回不来 除非我都不换 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们会一直换衣服这件事情 可能不能都不换 准备时间没有很长啊 我甚至有连续的 就是我有下去十分钟换衣服冲上来的 所以也顶多一个小时吧 对不对 可是我手很残 所以我可能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忙 我第一次穿英宁的时候 我还穿不上去 因为 其实汉服很难自己绑到最紧 你知道吗 因为他前面的抹胸这一块啊 是需要绑很紧才不会掉下去的 然后因为我又喜欢 我只喜欢穿齐胸的汉服 所以齐胸如果不好好绑 就会出事情 很麻烦 可以换衣服但不要换发型 你有爸爸想像汉服的造型 穿一般的现代服装吗 对啊我执着仔还是会弄 目前 目前握手绘的头发跟衣服 应该都会尽量那一次 就不要重复吧 是吧 还是有重复 秋日祭典的合照会那样就可以了 那不够华丽 我那个时候还特别生了那个小法 小法 那叫什么 小的皇冠 而且我那些皇冠还是很努力生的 因为我发现 小时候明明常看到 你知道吗 当花筒的时候不是都会买吗 或者说就是 明明路上都有看过人家买 买 结果我反而到处都找不到 那个小小的皇冠 哪里有卖 后来还是仰赖了网路 髮型说不定话呢 看不出来 可以不要这么直吗 秋日不是女警吗 可是秋日是全放耶 我刚刚以为是在说那个 我刚以为在说第二次的灰姑娘 可是那次没有做造型的关系 其实感觉头有点被吃掉 因为衣服又太大 然后头又没有做造型 所以其实看起来我有点 都在衣服里 懂吗 因为衣服的气场太大 我记得那时候有人 B就觉得我被衣服吃了 虽然大家可能还好 没有这个感觉 谢谢博承 秋日记点就是 你说觉得我被女警衣服吃掉的那一次 虽然那件衣服我还留着 可是 也不知道怎么驾驭它比较好 我觉得那次是创意取胜 小时候蛮常当花童的吧 好像当过两 三次 两次 有一次比较有印象 可是后来 后来就大了 就没有要我了 你知道年纪太大 不能当花童 我只能去当伴郎 我还没有玩过 这种 你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人结婚的时候 会伴郎伴娘 互换性别吧 可爱的小孩才会被叫去当花童 不 我相信 我应该是因为 我阿姨疼我 所以他叫我当花童 可能不信我小时候多可爱 我小时候当花童的时候长得超气质的 不是可爱喔 真的很气质 我输公主头 而且那时候是短头发 然后戴小黄罐 我看起来超 超像那种就是 那种很文静 然后被家人丢去拍什么小公主照的那一种 很文静的小孩 我想说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长那样 辉煌时刻 但不会给你们看咯 没有图 那你们就不要当真咯 就是你朋友都结婚了 你还没有的话 就会当很多次的饭鸟 我 我现在要指望一下我的 不行还是有点太早现在 我好像还没有接过 我这个年纪的朋友的喜帖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是有听闻大几届的学姐结婚 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我这个年龄成的 再过三年就不早了 再过三年了 二十三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还是算年轻吧 二十三岁还是蛮小的啊 不知道 因为其实 台湾结婚的年龄层越来越往后了 现在对 现在都偏红 现在都偏晚 因为 你知道 年轻人打拼啊 很多人是不想先结婚的 最早大概二十五前后再结婚 大概二十八左右 还有一次当半郎 半郎的扣打 真的喔 为什么 半郎为什么有限制 次数 我不知道耶 半郎半娘有限制次数喔 二十二我已经觉得自己好老 沙鲁你在说什么 玩不够才是真的吧 你说不结婚的原因吗 毕竟 一成俊 俊哥已经是个成熟的好爸爸了 半娘只 哦 只能当三次 不然会嫁不掉 好 那如果拜狼单三次的话 是会 取不到吗 糟糕 面妈 你活着吗 我要 我要能够内议 当太多好像会结不了婚 因为把自己的喜气都给别人了 有可能 我之前只有 认真地看过人家分享 就是孕妇可不可以参加婚礼这件事情 不会 俊哥现在很幸福 你看俊哥一个人就够闪了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种大叔耶 我 我满是嫌弃 好吗 我满是嫌弃 叫不到 我吊了一下 我这样这么丑 但我好像不是第一次在你们面前滴眼药水了 可以吧 朋友有趣 孕妇好像要看几个月 或者是说 我记得好像有说什么 如果太靠近新娘不行 就是孕妇可以去参加喜宴 但是不可以主动靠近新娘 因为好像会冲喜 但这是传统啦 原来其实蛮多人是不理传统的 你刚刚要瞄准很久 你说眼药水吗 我小时候会怕耶 然后长大之后就不会了 对对对对对 不要正面强碰新娘就好 我也是看人家分享就说 你可以去参加喜宴 但是你不要去碰新娘 因为这个是传统习俗 这就是 这就不是欧美那边的传统啊 好像就是 华人的传统跟欧美那边是不一样的 但是欧美好像也有避讳的事情 我小时候其实很多不敢的事情 长大就突然敢 但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很多人说小时候不喜欢吃苦瓜 长大之后就敢吃苦瓜 但是我爸给我的分享是说 他说因为长大吃过苦了 所以他就敢吃苦瓜了 最好啦 吃苦跟吃苦是不同的层 不同的东西好不好 他说因为吃过苦了就敢吃苦了 我想说超级没有逻辑 因为人生更苦 那也不会喜欢吧 你就觉得人生很苦了 你还去吃苦的东西 你是自虐吗 才没有道理 其实是已经没有味觉了是吗 能不吃就不吃 我完全不敢碰苦瓜 苦瓜味道也很臭 然后苦瓜长得也不好看 新品一说个家庭教育 可是食物其实很多是天生不是吗 很多食物是天生 你就对那个味道不喜欢 就像有些食物是你天生就很喜欢啊 永安逼辛苦了 开学快乐 祝你开学愉快 开学幸福美满 开学 点点有余 开学欧帕一路发发发 我要跟你分享我这学期 学分选了很多 因为我想说 这段时间大家其实 如果学校 如果学校人很好的话 短时间内 应该蛮多学校都会持续远距 我原本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啦 但是我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满学分 把学分 把学分修保 我就是修到 修到不用去申请超修的那个程度 每间学校一模一样吗我不确定 就是每天选校超修的标准好像不太一样 我也觉得我可能会在学校失智啊 我是抱持着一个修满 我是抱持着一个修满 然后被当就算 你懂吗 就是 因为我想说 如果 如果现在不选的话 我就有可能 我就有可能 没有办法 好好的拿到 学分 过了就过了 对啊反正 我相信我的家人已经不在意看到 不是很在意看到红字了 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就是在大学第一次看到红字 对啊 我是算主修 可是 你知道就是 必修才能够被当啊 我才没有看过通事跟选修在当了 你的 选修有可能 但是通事真的是我 没有看过被当 大事重修满堂 如果真的不好 不好过的话 可能就得属修 因为到目前为止 属修好像很贵 我记得 听别人分享属修很贵 红字 红字就是被当掉了 大一还 哇大一还差点二一 请问数学课本 有抱着最小样的数学成功的 在大学里毕业吗 是吗 所以数学课本是跟数学课本有相关的系吗 啊 杨熊 我原本也以为我大学不会被当的 毕竟 我国小 国中高中 好像还没有看过红字 我殊不知 我的大学会看到这样子的里程碑 对啊 我跟你讲 属修真的是 因为听 有人跟我讲说 属修基本上还蛮轻松的 然后就是 对 用钱去换那个学分 资工的 资工也还是要 资工不用数学吗 资工对我来说 听起来还是很理科的东西 我以为理科多少都要碰到 一点点数学 我现在还是很怕被当 单细胞 单细胞怕被当 什么东西被当 忍神被当 一个不小心 所需要就是去浪费时间 极格边缘 惊险过关 没那么需要 写程式不用数学 资工喔 资工 写程式 写程式真的是 很 我觉得写 因为我们 我只学过一点点基础的 网页 网页跟一点点程式的格式 我觉得那东西 最开始就在训练记忆力 因为 最开始真的什么都看不懂 你还要进一个顺序 还要进展你刚打了什么 然后我最害怕的就是 因为看不懂的状况下 如果不小心有个东西错了 你要从头到尾去 从头到尾去查 错在哪里 然后我之前就曾经被这个作业稿封过 无法理解的 机械语言 真的不行 对 完全是他训练你的逻辑 然后他训练你的眼力 因为看都看不懂 谢谢小说 掌声 咕咕咕咕咕 修满学分 修满为什么无法达标 什么状况 修满无法达标 请问这个学校是多可怕 要修爆吗 敌到失智 直接死翘翘 打开成绩系统那一课很很很很刺激 资公只要离散数学N个代子M个球那种排列组合 我记得 对 蛮多科系都有不同的 我记得之前有看过其他同学学那种大数据的数学计算什么的 但是现在其他科系有的是比较 就是你会用电脑就好了 反正电脑会帮你算 膝盖软就过了 我跟你讲 不是所有教授的柜都有用好不好 我印象之中 比较好说话的教授 就只有非必修的 就是你知道的 因为如果你必修没有过 你也没有什么底气 拜托教授给你过 我记得 比较好拜托的 应该就只有一些 每间大学除了必修 选修以外 会有一些是 有点像高中的课程 例如 例如什么军训课啊 之类的 就是 大学 全部都要上的那种 然后 那种课 比较好 比较好沟通 嗯 必修其实很难 拜托吧 这件衣服的衣领跟袖孔 衣领跟袖孔 它这有点荷叶边 这件好像没有穿过 对不对 最后一个学分也是贵来的 研究所已经上而再不毕业 我的研究所就要飞了 哇 荷叶边 对我好像 什么看起来很瘦 才不是看起来的问题 哎呦 必修都是辣刀 目前遇到的都是 不是 你 洗到荷叶边是不是 你知道一般T恤 我之前拿到生日T的时候 一直很怕洗到荷叶边 然后我都会把它装在洗衣袋里洗 然后我就一直很担心 因为我的宿舍它的洗衣机 不知道为什么很强力 就是洗完衣服都会长得很可怕 然后就是想说到底是洗衣机的问题 还是我洗衣服的问题 但是明明就是洗衣机洗衣服 可是因为我从小我妈妈晾衣服 跟晒衣服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说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 还是我的那个洗衣机破坏力太强 没固定好 你说 洗衣机没固定好吗 喔 生日T要手洗 生日T要手洗 生日T 生日T 我懂 因为它绝对不能有任何一丝 有机会损坏的可能性 所以要手搓 是吧 对不起 我太不爱护衣服了 对洗衣机洗一洗就很容易荷叶边 会晃就是没固定好 我不是说洗衣机会晃 我是说洗衣机里面洗完之后很容易荷叶边 或者说衣服拉扯得很夸张 就是我以前不用洗衣袋洗衣服的话 衣服会全部勾成一整坨 然后 就很容易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很很皱 皱到你甩不开拉不开的那种程度 然后 我如果丢牛仔裤进去 牛仔裤就会成为一个很完美的核心 它就会把所有的衣服捲在它的脚里面 然后我的衣服就会全变成一狗 然后要一个一个把它甩开跟拉开 生日T都对 你看数学课本 这就是你的不专业了 人家说要熟悉 你要不要熟悉 通常不会走啊 这部什么 单细报告说有什么 认真点就有机会 看起来你们已经聊起来了 是不是 能沟通 你说跟教授能沟通吗 我好像目前 我只有一个刚刚说的那个大学都必须要上的学校的规定 规定的必修 我没有过的时候 我有去跟老师说 就是我可以做点劳动 去补那个缺分 然后他就有让我过 我就去做了一点劳动 对啊 听说牛仔裤不用常洗 可是 我们家好像都很常洗牛仔裤 因为大一那年很忙 大二更惨 我就是 我大概就是 一学期不忙 一学期忙 然后最不忙的应该是上学期吧 因为上学期 疫情期间 最忙的应该是 都在笑唱的时间 然后大一的时候应该有点像是 刚在习惯环境跟 就是两头烧 所以 那个时候 大一是欧帕 很爽的欧帕 但是花了一点点努力 就是才把那些 必修拿到手 忙课业还是其他事物 忙你们看到的事物 就忙你们看得见的东西 必修课修成眼笔 全修玩的太狭义 你看吧 你看 那是玩的太狭义 我很难玩耶 我的大学好像没什么玩到 但还是蛮开心的啦 毕竟我的一年级是蛮充实的 因为 你看 我之前还要跟大家分享我一年级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有的经验 你们目前的成绩 就算期末考满分也不会过 也不会过 我们期末不考试 改报告 所以 报告就会给你们比较高分吗 切 切意 如果今天打字我发现霞出不来我就会记得它是切 不是 我是说 我真的知道它是切 可是 是 幸好 还运输 而故障的飲食 會 一致就是 你们刚刚说什么 幻想中的大学生很好玩 所以沙子現在 很痛苦嘛 听起来 很痛苦啊 怎麼一回是22 二十二 可是香港 殺戮在香港上大學嗎 是愜意啦 賢俠的俠 不能有一種賢俠的感覺 有叫俠義嗎 不好嗎 不好嗎 大學要主動去嘗試很多東西 就會好玩 但其實還是要看狀況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去參加 比較好玩的是 你們知道喔 因為大學啊 基本上就是地獄性很強 不是說很地獄 如果你看假設我來自基隆 或者說有人來自台北 但是因為大學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例如就是我還是有朋友 跑到很遠的地方上課 例如什麼基隆跑去屏東啊 整個最北跟最南之類的 很多就會有什麼 屏東校友會 基隆校友會這樣 然後只要有校友會的話 好像都比較好玩 對很多地獄梗 對很多地獄梗 對對對對 北北基校友會 不要懷疑 如果是基隆校友會的話 就叫基友會 正常很正常吧 台北不是北友會嗎 那如果台北跟新北怎麼分啊 就是這樣 就是一起的嗎 可是有些學校分很細啊 有些學校好像就沒有把北北基放在一起 有些學校是 對啊 就是反正如果你要玩 你真的打算打從一開始進大學 就是想要玩的話 你就很適合去參加校友會 然後 有些戲學會 也玩很瘋 可是 我覺得戲學會可以 可以有一點點能力再進去 因為戲學會有些東西 真的是 有點像是很多雜物會丟給他們做 那 說真的 你如果學校很忙 然後你又不一定能夠做好這些事情 你就是一個頭兩個大 基友會看聽起來很嗨欸 這就要夢夢看我的朋友們 北極以南都算男友會 那那個 應該是蠻多人的喔 參加 參加戲隊 參加戲隊 喔 我知道很多有那種 排球啊 雨球啊 欸 我不是很確定有什麼球 籃球排球 雨球應該是基本的吧 我知道排球戲隊玩超high的 因為很多 我覺得排球戲隊超強 因為 之前只要經過 就是學校上體育課的地方啊 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上課的時間 你去那邊都會有 有一些人在那邊練習 多數都是 校隊的人 然後他們幾乎就是 你每天都看的到他們在那裡上課 就是他們自己都每天都在那邊練習 可是有人說 去參加戲隊 有助於 減緩 課業壓力 因為 有人是覺得讀書很 就是很有壓力 但是如果去打 打打打球的話 就會覺得很 釋放 很解壓 而且我常常看到 系隊的朋友 半夜在揪消夜團 然後他們就會一群人去吃消夜 因為 我有看過很多是住宿的 然後學校有的會有宿舍 或者是住周邊的嘛 然後基本上 很多人會有 就是消夜場 或者是說 很多人會去打麻將 我之前就聽說大學生很愛打麻將 但是 本人我到現在都沒有學會 到底是怎麼了 對 會打球打到 就是被趕 被趕出體育館 然後要去吃消夜 運動可以釋放壓力 麻將麵 嗯 我喜歡吃麻將麵 系學會最愛吧 你說打麻將嗎 以前 應該說 好像我聽說 住在外面的同學 有些人會去買麻將桌 然後 專門提供大家打麻將的場合 我就沒有 對 我沒有打麻將的時間 明明人家都說 夜貓就會被揪去打麻將 但是我到目前只有宿舍場 之前就有同學殺來 我家跟我吃宿舍 他說 欸我剛好經過你這 我想說 怎麼會經過我這 電動麻將桌嗎 電動麻將桌 為什麼 不用電動了吧 自己戳牌才有那個樂趣啊 麻將面對我來說很簡單 那麻將我就不是很懂了 夜沖現在還流行嗎 我好像 沒什麼聽過同學在夜沖 但是有聽過同學去看海 翹課看海 翹課看海 用手機打麻將 24小時的麻將間 你是說 在學校附近 還是說 有同學開放他的家 就是24小時的麻將間 欸我真的沒什麼聽過 夜沖欸 還有 還有一件事情 我也很好奇 就是 但是 我也沒有聽過 連儀 還是是因為 我不會去碰連儀 所以我沒有聽過連儀 因為聽人家說 大學的 連儀很多 然後 可是好像是社團對社團 比較多 或者是戲上對戲上 所以我就是在想 是不是因為 我不會去碰連儀 這種東西 所以沒有 身旁沒有人連儀欸 我沒有聽過人家 在揪連儀欸 你要在圈子內 才會比較有機會碰的 喔 要看公關有沒有做事 喔 嗯 連儀是單身狗 才會被找過去的吧 學校宿舍打麻將 哈哈 你在學校宿舍打麻將 哇很棒欸 可是如果你四個人 全部都是同一間宿舍的話 會很吵嗎 會很明顯嗎 射射會查房 查到裡面來嗎 就是 假設如果你們 射射一來敲門 麻將桌放著 然後全部大家都衝上床的話 這樣子他們會抓你嗎 不是不是 我就是不知道連儀啊 我完全不知道連儀的過程 因為 聽人家說 大學會連儀 然後會有夜衝 會要抽鑰匙 但是 我很少聽到 我同學要連儀或夜衝 我最多就只聽到 騎摩托車去看海 其他都沒有 隔壁的會先被吵到 抽麻將真的很大聲 是不是 哇 射射一起打很棒欸 這樣子就不用怕會出事囉 完全不用膝蓋跪下去 不過是臭人頭當司機要弄 嗯 一生俊那時候 嗯 那有沒有很受歡迎啊 感覺連儀壓力很大 為什麼 唉唷 帥哥美女通常都很樂銷的 今天到畢業了吧 這麼客氣的話 你說從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一路排行程排到畢業嗎 冰箱都搬去宿舍 宿舍不是本來就會有公共冰箱嗎 可是我聽說公共冰箱很噁心 因為我有同學 有一些大一或大二會比較好抽到宿舍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蠻多同學是住宿的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那個冰箱真的等於沒有 他說東西放在裡面 拿出來的時候都會被多喝幾口 好噁喔 OMG 怎麼會有人敢偷喝別人的飲料 他說是手搖欸 他說就是 就是手搖杯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被發現偷喝過 喔 超噁 我覺得不行 這種壓力大的地方就是要壓力的 懂 這是一種 現實社會上的壓力 公共冰箱完全就等於沒有 好不好 所以宿舍的冰箱其實 好像 是不是有迷迷小冰箱可以用啊 可是我沒有聽過 別人把迷迷小冰箱放進宿舍過 是不是會挑點 學長教的不要學 去化學系拿不要的罐子 洗乾淨裝食物就不會被拿 有人說 有人分享說 在上面貼說這是殺蟲劑 或者是說什麼 已經放了幾天之類的 就是放在上面貼一些紙條 以達到警示效果 公共的還是會遇到這種人 我真的覺得太噁心了 而且這種 這種案情 層出不窮 我之前都是看到人家分享 直到我同學也跟我說 他的手搖被喝了 我就覺得超噁的 因為聽說之前 好像還有被吃過有的沒的 我記得是 我記得我看過一篇文章 他說他放的東西不是飲料 結果被喝了 但是我忘記他放的是什麼了 反正他就說他放的不是飲料 但是被喝了 可是我忘記那篇是什麼 但我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真的是 原來什麼東西都敢動 日期寫2001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以還冰在那裡啊 毒生物都寫說 微生物實驗進行中 化學管的果然聰明 要對人類有更多的研究 BOT的高級宿舍是什麼 BOT是什麼 冰箱真的很讚 之前 哇 放冰淇淋被偷啊 還好他不是整個拿走耶 可是是放大的冰淇淋 還是那種一小盒的冰淇淋 化學用劑 上面貼這個很好吃喔 可能也不會有人拿 我覺得你太小看人性了 他會想知道多好吃的 再養菌 好像 不是有些菌是可以吃的嗎 不是有人會自己做優格 還是什麼 自己做一身菌來吃 嗯 同學因為都住隔壁或對面 所以都會跑來你房間寄放 你說寄放冰箱的食物嗎 到底多好出 就什麼好出 欸我不確定 學校宿舍可不可以收件耶 是不是可以收貨啊 就是可以寄到學校 然後學校宿舍會幫你領貨嗎 太子宿舍是啥 醫生菌會發光 看起來就不能吃 如果有好好處理的話 其實應該不會有什麼光啊 可以收件對不對 PC Home收不完 欸 PC Home算是 算是很大很大的 就是頻率很高的平台嗎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PC Home下單耶 我知道大家一定都使用過 畢竟我們的生寫真 跟以前的中邊 都是跟PC Home做的 但是我好像沒有 像以前的圈天 或者是現在的圈皮 或者是之前好像 我用過一次 弦圈拍賣 因為我要買學校課本 我喜歡收二手課本 然後我記得 我好像真的沒有用過PC Home 喔! MOMO有 可是MOMO好像是 家裡能訂東西 例如我後面這個櫃子 好像就是MOMO店 PC Home 26小時真的很好用 但我不怕 我一直怕如果訂很大的東西 去電話會不會很難大 很大的東西 那你也要超商裝得下 如果超商裝不下 就是送你家啦 我知道了 你說送宿舍是不是 會尷尬 但是你只要扛了回家 我覺得 應該也還好吧 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PC Home送過這塊 可是如果 如果他的送寄件的人 也是普通的賣家的話 那不是看物流速度嗎 特價活動好像比較少 特價活動好像比較少 因為我記得 像圈皮或者是玄圈這種小 都是賣小東西比較多 就是有點像是 個人賣家對個人賣家 可是PC Home跟MOMO跟P...跟什麼 還有什麼 是公司型的 MOMO PC Home 好像就這兩個 是不是 就是基本上是 大公司出貨用的 下單的地方 是不是 喔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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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魔拍賣 有點老 我好像也沒用過Yahoo耶 為什麼 買Yah...買Yah...買Yah... 買Yah...買Yah...買Yah... 會跪在哪裡 會跪在... 運費嗎 電腦家那樣不破的東西 都會在頭上 出貨用比較快 所以就會... 就不是跟我們這種 各人賣家各人買家一樣 對不對 啊...知識家 我當初他要關掉之前 我還很認真的去翻 很多Youtuber有去拍 以前知識家 有什麼很好笑的問題 我以前好像 也會逛知識家 但是我 沒有...我沒有發問過問題 我只有回答過問題 而且我記得我那次回答 就是回骷顱魔法屎的問題 今天早上下定 明天就到了 如果...如果一般個人賣家 他願意馬上幫你出貨的話 其實也是一天可以到的 博克萊... 博克萊... 不算...一般的平台吧 因為... 博克萊他... 基本上賣的東西有直線 沒有這麼生活化 沒用過Yahoo有用過奇謀嗎 Yahoo奇謀是我的年代啊 我是說Yahoo拍賣我現在沒有用過 因為...開始會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 入圈的年代吧 運費跟商品一樣的價格 那我想問 如果像是... 日本...日本的話 海運過來 運費又很貴嗎 因為... 如果是買桃圈的話 其實運費還好 要看重量 可是我不知道日本的... 日本的運費到底大概多少 博克萊除了賣書以外 還有賣一些比較... 比較...文創的東西吧 博克萊也是有賣生活用品 但是比較少 就是... 就是他的品箱蠻固定的 就沒有那麼多 像是電子用品 可能博克萊就比較少 就是... 嗨!若日 轉運約1G300 喔! 這個報價好像是正常的 1G300 海運太久了 空運很貴耶 你知道我對運費這種東西 要很斤斤計較嗎 我最喜歡免運的時候買東西了 食品、飲料、飾品都有 可是博克萊就... 就是... 貴啊 因為... 因為... 博克萊賣的東西 像是他的飾品呢 就... 像是... 如果是圈皮這種東西 他就是有點像那種 批發商的... 低價的東西 飾品有很多 但如果博克萊的話 他基本上是會賣... 呃... 有一定的品質 一定成性的東西 就是... 他的價格都不會太低 通常是有小牌子的 或者是手工藝 什麼之類的 你們大概懂那個差別嗎 就是他們是...他們的客群是不一樣的 WOW 會員日 喔... 博克萊 我實在沒有這麼會買... 書 好的 老大超會買書的 我跟你講 我真的被他嚇到 因為他其實看書蠻快的 而且他都莫名其妙 不知道為什麼很有時間 明明他就沒有 嗯... 好我不懂 反正他的看書的時間都是無聲無息的 他就是會突然跟我說他看完了哪些書 然後他給我看照片我就是非常的驚嚇 因為他都會從博克萊買書 那博克萊有時候有特別活動 你只要多買書就會有折價 然後我記得他有一次問我說要不要一起買書 然後我就跟了一本 就是我買了一本書 然後他就跟我說到貨了到貨了 然後他一拍 哇賽大概十幾本你知道嗎 然後在他床上超超高的 我想說 十幾本大概是我三四年才會買到的書量 請問一下一次買十幾本你要看到什麼時候啊 然後好像沒過一兩個月吧 他就跟我講說他都看完了 他沒說可以看 我想說 到底 他什麼時候看完那些書的我不懂 他很 他其實蠻偶 他家有一片書櫃 是房間裡嗎 好像他房間裡有一片書櫃 他的書比我們家的書多很多 他是 他還蠻愛看書的 他就是 因為讀書習慣是從小訓練的嘛 他就是認真看書看很快的那種人 臉書啊 臉書 我至始至終就那一本耶 怎麼辦 你是不是換書換很快 建議可以轉電子書比較比較在空間 我跟他都是 他也是 他也是會看電子書的人 所以你知道他其實是看很多東西 莫名的 我到底為什麼會有這些時間 我看到平常也沒有什麼時間啊 然後 他平常也看電子書 但是因為有些東西是沒有電子書的 或者是說 看到紙本還是會比較心動 他電子書有可能就是看一些同人的作品 我說的不是什麼單美之類的 我說的就是 他喜歡看其他寫書寫的內容 我自己是喜歡實體書啦 但是我實體書跟電子書看的風格是不一樣的 他是雙七對 他電子書也看 而且 他就是閱讀速度很快 他跟我分享一些有的沒的的八卦故事的時候啊 他都是找那種 就是你知道很多人會在網路上分享一些 就是你知道他的人生有一些什麼荒唐的故事 然後有一些就真的是 寫的真的是太扯了 就是有些人的感情故事都很 很令人難過 然後他之前就有跟我分享一篇 那個人寫的 然後你知道那個人文筆超好 那個人仿佛在寫小說啊 可是你知道就是痛徹心扉你知道嗎 看那個筆觸你就知道這個人真的很難過 然後那一篇我花了很久才看完 我想說他平時有事沒事 我如果要看八卦的話 我絕對不會選這麼長的東西來看 然後 他那個喔好長喔 我為了要跟他跟上這個話題 我花了蠻久的時間去看那一篇文章 就只為了跟八卦 對比連續劇還要連續劇 真的現實生活中真的不是所有 不是簡簡單單的劇本就能寫出的荒唐 實體書整齊放完書櫃就很壯觀 真的我覺得他家那個小書櫃還蠻圖書館的 這是真的蠻多書的 看完那篇文章他是不是已經開始講別的了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我前面在敷衍他 就是 你知道前面還沒看完的時候總是要做一點反應嗎 就說 喔太扯了吧 喔這我一定氣死 這個我直接把那個男人打下去耶 喔他怎麼沒生氣啊 對但是我可能還沒看完 但我會做一些這樣的回應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我在敷衍他 一個敷衍 喜歡看 好謝謝你要落日 那你對我們家老大有沒有興趣呢 我的都是漫畫 欸其實我不太 我看過收漫畫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是 我已經是屬於不太買書的人了 我的漫畫書沒有超過十本 應該沒有 好至少十本 那大概就沒有再多了 所以其實數量真的蠻少的 而且 就是 我以前 最常買的是月刊 但你知道月刊他的 佔的容量太大了 所以我會把 我會把月刊 丟掉 漫畫 我看的漫畫很多 但是因為 我有說希望大家支持單心本 是因為我長大才開始買單心本 我小時候都是 看 租書店的 所以 我以前 不會留漫畫在家裡 怕會被罵 不會 因為我 拆下來 我不太會保存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 拆下來可能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我以前買過甜心也買過夢夢 然後會去租外面的 糟糕我忘記 比較少年漫畫的那一本叫什麼了 我很想講Jump 不是Jump 比較少年漫畫的那一本叫什麼啊 我忘記了 東力 東力嗎 東力吧 對不對 對 租書店已經變成十代眼淚了 我還是 我可能 很 很偶爾半年 左右還是會去一次 租書店看書耶 喔 欸 寶島少年 喔好像都寶島少年耶 就是都是東力漫畫的那一本 因為少年漫畫很多是東力出版的 所以有一本少年月刊 基本都是東力出版的內容 應該是寶島少年 寶島少年我會租來看 但我不會買 不買週刊的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台灣的週刊 就很像日本的雜誌跟日本的漫畫月刊 因為他就是學那個形式 所以會送一些小小週邊 然後我以前會想買是因為 其實台灣漫畫能夠出週邊的幾率 比日本少太多了 那這種月刊就會很願意做一些很小 小成本的小贈品 或者是小小就是 一些還蠻可愛的東西 然後上面是如果是台灣作家畫的人物 就會覺得很值得去買 因為平常 基本上 買不太到 像是假設許個月把大家洗的話 他其實出的週邊也不多 他已經算多了 畢竟他已經算是很紅的台灣漫畫了 像是有一些真的是完全沒有週邊 就是完全在漫展上也沒有週邊的 他就只會在月刊的時候有週邊 所以我就會想要留下來 我有一整代都是耶 我看一下我現在有沒有留著 小時候我都拿我的零用錢 就是吃飯錢 會就是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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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然後擠一個月去買吃 我來看一下我記得有沒有 我看到了 這應該是我用的要整個的喔 好 不好意思我在翻箱倒櫃 就是我之前 我之前有一代是 我想要送人家的 就是因为这些我比较没有打算留 我不知道我想留的我放哪里 我只记得我想送给别人的 我放在哪里怎么办 我还要写哦 201210月号 还有什么 20127月号的甜心 不是同人官方 然后这个没有写 那个哈尼甜心的卡牌 还有什么 还有换装娃娃耶 这种可爱的比较低成本的周边跟海报都有 哇纸笔耶 还有这种耶 这种春联我都会贴在家门口 我妈妈可能会杀了我吧 然后还有我之前说的买的青小说 你看我的青小说是完全不会发霉 而且几乎没有翻越痕迹的 这个是我小小五的时候 小五小五小六我不确定了 这是我保存书的程度是都很干净的 完全不会发霉 这样 然后东西我也会喜欢尽量啊 如果不会拿出来用的话 我就是原包装拿出来原包装再放回去 因为我真的不会用它 然后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在我在那个数字便利商店买的青小说 一整套哦 四本已经绝版了哦 有没有要跟我买啊 对啊 完全不会变黄耶 为什么 其实有一点点 它至少不是那么白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是一本泛黄的书 看起来跟没犯过一样 但是我记得我有一区是想要留下来的 我看到了一个或许还有商机的东西 它是不是还有商机啊 说这边的商店买比较贵吗 真的吗 哈阿里巴巴耶 这个好像是我在漫展买的同仁周边吧 我有点忘记了 哇塞 FREE 其实其实我没有特别爱FREE 但是因为小时候 我身旁的女同学都看 所以我就跟着看 但是我还好 摩迪 我超喜欢看摩迪的 有一阵子 哈啰我回来了 摩迪最后看不懂 我有阵子很喜欢 就代表我后来没追完 我忘记我之前想留的到哪里了 我自己留的周边呢 还是我自己想留的反而就这样啦 哦哦 不要喜欢鲁迪是吧 我的天哪 笑笑 好 那个 osé 想必我这里真的是 我爱红娘 而且是一种 不得了 请问本人知道吗 本人知道这个部分吗 呃如果本人愿意的话 这当然是开心啊 毕竟这缘分得来不易啊 erfahren 男上迦男,之男而上 請問配對成功嗎? 阿里巴巴的磨妝很帥 可是我更喜歡莫爾加納 我覺得莫爾加納是我很喜歡的女角之一 開心 什麼開心 啊 開心 開心怎麼辦是嗎? 我現在好痛苦喔 我很想找到那一包 那一包不見的周邊 喔 我找到一個可以跟有分享的東西 就是大家知道 很多人會收日本的 我其實不喜歡收這個 但是因為 都是很多圈裡的姐姐送的 所以我就收了 我就沒有讓他們保存的不好 你們知道很多日本的宣傳紙 是會讓就是大家會收集下來 或者說有人會採檢報紙留下來 就像大家可能會收有我們的報紙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一開始不會去收這些 是因為我不太會保存紙張類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不會拿出來看 說真的它就是放在那裡 然後我就會覺得 天啊 不如這樣有點浪費 不如留給更喜歡保存這些的人 因為 對我來說它就是放在那裡 雖然我不會去動它 它保存得很好 但是它對我來說 沒有很有就是 保存的紀念價值 因為我不會再拿出來看了 我就覺得他們放得很可憐 但是我還是收了一點點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分享 這是預告犯的之前 之前的小小張的早場電影優惠卷吧 但是我不知道預告犯這個是怎麼拿到的耶 但是我有去看預告犯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是看完暗殺教室都會送的 我記得是第一週還是什麼前幾週 反正只要有的話就會都有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看的時候拿到的 然後 什麼收藏紮子底下 你說我自己 日本雜誌以前收很多 我以前收藏都是日雜的 但是我看不懂啊 真的 這個我也都沒有收 就是我也都沒有拿來做什麼 這個是某一年2020 哇 這是今年耶 喔不是 這是去年而已喔 那這個還好 就是 傑尼斯的桌粒也會有這種報紙 高知亮晶術室 這是日版喔 這是姊姊去日本拿的給我的 高知亮晶術室 三天兩件 這是我可愛的姊姊去日本的時候 帶了很多回來分享給各大粉絲們 但是多數我基本是拿台灣紙本啦 就是其實也不知道收藏要幹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要啊 呵呵呵 然後這個是之前在炸猛 炸猛在台灣老實說真的 嗯 不怎麼 不怎麼引起轟動耶 但其實我覺得炸猛還蠻好看的啊 然後 就是他當初出了還蠻多種的 還有另外一種是一般A式大小的 還有地獄哪有這麼high 一部我看不太懂的電影 是不是很荒唐很莫名其妙 然後又沒有到很狂野的一部電影 但我還是看完了 為了神木龍之界 again 他都喜歡接這種奇怪的戲耶 蛤你們覺得這個很好看嗎 真的嗎 我 我 我記得我當時看完了沒有 沒有很那個耶 就沒有特別喜歡 這不就high啊 真的嗎 你們覺得蠻好看喔 嗯 好 我 我 我錯了 對啦有遺憾有遺憾 腰對到電波屋可能就剛好沒有 啊 這世界 如果這世界的貓消失了 居然有耶 我居然有拿這個耶 因為我有去看啊 我那個時候有去電影院看 然後 這本的小說超級紅的 就是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去找原作來看 將 純黑的惡夢 欸這個基本上喔 他 柯南的話 主要的價值應該是要拿那個 你們去看 電影的話 首周或是首兩三天 會有一個 限定每一個電影的那個那個徽章 你們知道嗎 我沒有去收集那個 因為 我沒有事前買套票的習慣 然後 但是我之前有收到我朋友送我的兩個 可是我不知道 我每次去看都沒有送耶 我都不知道是因為沒有主動講會沒有嗎 還是 我就說我收集紙本 不太會發霉 而且我不敢折到 就是我覺得既然要收藏 有機會要給別人的話 就要把它保存的好一點 買爆不值得 周邊才有 很快就沒了 你說 對啊 好像特定電影院才有 啊這個不知道為什麼折了 可能是因為 帶回來的時候那個包包太小了 銀魂折到 這個是跟我同學去 另外去看的 因為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超級愛銀魂 然後他愛到想要再刷三刷好像 我覺得很好看 銀魂一系列我直接推爆 他真人版好看 動畫好看 漫畫也好看 可是我當天帶的 帶子太小了 他不得不折 可惡 下次還是不要折好了 我記得我還有一個 銀魂的海報 沒有折到 在 好像在宿舍吧 基本上威秀都會有 可是威秀看電影 我不太常去 我不太常去看威秀的電影 因為那衣袖電影好貴喔 是嗎 首場才拿得到 哇 天啊 那我真的不是那種人 啊來了 死小孩 欸我不是在罵他 他真的這樣翻 子供使用 然後中文的翻譯是死小孩 真的喔 不要懷疑 而且這是日版的 因為有一版是 傑尼斯的臉不能出現版 然後有一版是 傑尼斯的臉可以出現版 所以姐姐也都拿來了 真的很恐怖欸 後面這個不行 對 他翻死小孩 他翻死小孩 明明對 小孩史 比較正確 謝謝熊熊代言 死小孩 一起去瀏覽 對啊 你說紙本不會黃是因為 喔對我們廚師機是的確很常駐啦 那應該要謝謝媽媽 就是我們家的紙本保護得這麼好 應該是媽媽的功勞 死小孩 欸死小孩 小孩史 我覺得 死小孩可能會聽不懂 他們可能會就是 死小孩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小孩史 好像比較符合日文的翻譯 死小孩 死 但是翻成死小孩 還是很奇怪啦 但他還是這樣翻了 喔超志然也就會 整部戲 我也看完了這部 超志然也就會 整部戲的步調有一點點慢 但是其實我覺得不難看 只是 不怎麼紅 中山幽馬劇 我基本上有空也會拿來看 然後 更不用說他是爬嚕嚕了 對吧 島崎搖箱眼的 島崎搖箱眼的 他裡面還蠻可愛的 就是我還蠻喜歡 他短髮很清純的樣子 所以 這部戲 如果喜歡拍錄的人 也可以看 對 三天丹丹丹的弟弟 因為他之前有跟 三天両界跟 三天両界 之內又禮有組成一團 快要 快要算是 旗艦限定團體的 一團 叫NYC 所以我 有的時候還是會看 中山幽馬的劇 一直都很可愛 我一開始認識 爬嚕嚕的時候 是長髮欸 因為 那個時候他們和眼 跟簡迪斯和眼那一部 就是 和 巴 巴 巴 斯利馬路蘭 馬路 馬路蘭高校 對吧 他們是馬路蘭 不是馬路虛佳 然後 又是懸念力 懸念力不用介紹 懸念力不是很重要 為什麼要有預告犯 預告犯 預告犯也太多贊了吧 什麼意思啊 我為什麼要拿那麼多贊 預告犯 這是我拿的嗎 應該不是我拿的吧 報夢王 謝謝伯承的聖典紅潭 這個記者劇 我好像要買伏筆的樣子 結果我以為有餓 你說什麼 你說 你說曹子蘭燕就會嗎 這個真的很好看 報夢王真的很好看 這個很值得大家去看 而且 裡面還有蘭谷江泰 蘭谷江泰真的是超會演戲的 然後還有小松蔡奈 我相信小松蔡奈的粉絲應該是挺多的 反正他就是集結了很多的年輕 很強的年輕演員 然後還有同骨劍泰他其實 不太演主角 可是我也是從小看他到大的 同骨劍泰之前演過還蠻多 小孩子的劇的 但大家可能不太熟 這部很還原欸 而且 就是 還 就算你 不看漫畫 或是沒看原作 也蠻能懂的 因為他的劇情好懂 這是日本版欸 我居然有日文版欸 你看 中文版跟日文版的差別 其實 中文版的質感比較好 中文版的比較厚 這樣子 兩版不一樣 然後後面也不一樣 如果是這個宣傳文案的話 我應該比較喜歡台灣版 我覺得台灣版的棒數比較高 而且內容也還蠻優質的 我覺得這個排版超讚的 因為這個排版完全就是看得出來他在演什麼 摸像 你說我在 盲人摸像 還有什麼 這個炸猛 到底 這樣說 是 這是我幹的嗎 抱歉 是不是很多文宣都是我拿中的 中文版看起來不像主藤劍 有嗎 還好吧 突然想到你有 我 我收超多的 但是其實 就是因為你這樣收下去 就會想說 那就多收一點 如果未來要一次送人的話 就是我也蠻厲害的 這樣子 跟大家介紹 我當初 Heisei Jump有一個 pop up store 旗艦限定 旗艦限定小店 我算是從 台灣還不紅Jump 一直到 Jump在台灣大崛起 然後一路看到現在算是一個 如果很多人喜歡Jump 這個常態的 一個 年代史嗎 就是我把這段 這段 時間都看透了 突然就很感慨 因為 剛開始喜歡他們的時候 根本沒有台灣人 根本沒有台灣人知道 而且那時候還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蛤 這個團體名字 嗯 到底在幹嘛 就跟AKB48 TTP一樣很長啊 但是很難懂嗎 就是很難記耶 就是因為像我 如果連我們上節目的話 前一刻主持人可能念對 下一刻主持人可能就會念錯 很饒舌嗎 你們知道這副是什麼嗎 解庸雜貨店 我是Jump粉 潔尼斯最一開始是因為Jump入坑的 可是我喜歡的是有鋼大櫃 不知道有沒有很多人猜 三條街啊 這個是日版的解肉雜貨店的 好像一個文案 可是 這好像是小說的文 小說的宣傳單 不是電影的 好 我拿的日版宣傳單 全部都是 但是 我們家姊姊去日本的時候 會瘋狂的帶很多回來 給我們 我不是三田粉 我不是 雖然一開始是因為三田陸坑的 因為我喜歡看金田一 為什麼會莫名其妙得多 喔 暗殺教室欸 暗殺教室 陸坑在兩界轉特在更的 我很抱歉 所以很多人跟我講說 陸坑在面面 我後面雖然不是很想聽 但是我覺得還蠻正常的 所以 可以不要告訴我 不是親姊姊 就是 追星路上很親的姊姊 也會來看我 偶爾會來看我 然後 喔 電影版海報來了 電影版的 解約很還原欸 而且 其實我覺得解約雜貨店 真的拍得很好 是因為 其實比較沒有傷害 就是比較過其他版本之後 會覺得 哇賽 日本真的是 怎麼可以拍得這麼好 日本真的是拍得很好 然後 而且它跟我原本想像中的 也不太一樣 小說其實有很多限制 一路一路推下去 但是電影沒有完全 你不知道的時間線演 卻不會讓你搞混內容 而且你也會懂 因為 解約雜貨店 它是每一個小故事 扣每一個小故事 它可能就是 呃 可能前一篇 救到的人啊 或者是後一篇 影響到的人啊 就是跟故事每一個有關係 我就覺得 東野怪物超強的 看解約雜貨店 呃 甘雲與雅伯我沒看 但是 我有同學看完之後 也是瘋狂的跟我推薦 然後這個是 嗯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呢 避浮售年花紫菌 登 所以你心情本來不好是嗎 這本的時間線也到了 不行 給我醒來 你的時間線要繼續下去 你的小說應該要很厚的吧 解約雜貨店真的很好看 我一開始是先看完小說的 後來才 就是 看完小說好像大概過一年多吧 就宣布要真人化 然後才發現 演員居然走了三田兩界 然後 呃 我路版的你們有沒有看過 路版的是王俊凱演的 呃 整體來說我覺得 故事上沒有大問題 選角可能有一點點 蛤 東區 攤販 我去幹嘛 東區 喔 我知道 你說 地標不要亂標 因為那裡不是東區的東區 對吧 對 它真的是東區 路版其實沒有拍的不好 可是你會覺得 角色有點一點點的出戲 一點點 就一點點啦 哈哈 讚 花子 我之前經過一間 國小還是國中 我忘記了 然後 我有看到人家 畫花子 就是 不是都會放很多 就是可能 美術作品在外面的牆嗎 然後很多國小 甚至是連瓷磚上面 什麼都是 就是小孩子的畫作 然後我之前意外的 有經過一個 就看到了畫花子的人 我說 喔 國小就懂得看這個 讚 有前途啊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日本票房突破30億 年度最賣座的純愛電影 長大可是小麗巡啊 長大會變小麗巡啊 你懂嗎 你小時候 跟長大後 可是他其實小時候就很帥 而且他小時候本來就是 會唱歌的人 哈哈 這不純愛嗎 這挺純愛的吧 怎麼又是選人力 怎麼又是選人力 好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分享了 會變成阿銀 標題好怪 他不純愛嗎 他們的愛蠻純純的吧 北春也是帥哥啊 而且北春也是近年來開始瘋狂演男主角的一個演員 一種都感覺一丈不太好吃 什麼一種 會變成阿銀不好嗎 我覺得阿銀挺好 而且阿銀外快很多耶 阿銀演過了各式歌 謝謝露迪 就不說剛剛 魯迪和笑笑 突然出現的支線任務 阿銀很窮 但那就代表阿銀其他外快都拿去買東西了 只是他沒有跟你們分享而已 天啊我看到最近很紅的 我應該沒有認錯吧 你是 你是哭語公春嗎 我有沒有認錯 我不確定耶 這部是不是很眼熟 然後這部大家好像之前也推薦過 烈人生吧 是吧 哭語公春我沒有看錯 唉唉唉唉唉唉錯邊 哭語公春我沒看耶 但是聽說原作漫畫比較陰暗 小力巡的制服會想到公春的心意 好像 好像 蛤 烈人生之前我有想看過 但是我一直沒有看 我好像看動畫的 看動畫的衝動 比看電影的還要少一點 魔力的同學叫我不要看 為什麼 我聽到的是一片好評耶 大家是不是有些人跟不上這個話題阿 但是我這三年來第一次開這個話題耶 就是其實 其實我不是看很少日本電影阿 但是我看的其實有點冷門 就是 目前為止分享的這些 好像其實在台灣也沒有特別紅 對吧 烈人生看了 蛤 電影話題我看很多次嗎 但是我沒有這樣分享過吧 喔我發現囉 果然有紙就有蟲蟲 我找到蟲蟲了 可能這個蟲蟲看起來已經乾掉了 你還好嗎 蟲蟲 蟲蟲你怎麼已經乾掉了 你怎麼自己在一堆紙之中乾掉了 你不是吃紙的嗎 這些法物是 對這次第一次出現 跟不上還是可以回嘴 不愛 是蟲蟲嗎 他常 他 我說不出來他什麼 他灰灰的 灰色 蟲蟲 可是他沒有吃我的紙阿 完成了他的一生 在我的電影海報之中 尾巴有三條嗎 他已經進完生子裡了 走吧 有點來不及 只有綁草的功能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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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什麼開外分享 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開外分享的啦 他 是被紙壓死了 蟲蟲在食物中 幸福的死掉了 還沒有看過這種食法 聽起來有一點點懶過 防潮的功能 只有防潮的功能 所以 蟲蟲怎麼了 蟲蟲防潮濕了 我疑似的那袋想起來了沒 沒有 他到底在哪裡啊 我不記得耶 完全不記得 不一定會啃一個洞 他會從表面 喔我知道 他就是吃那個平面的厚度嗎 很厲害耶 是不是看不出來囉 好 面面不怕蟲蟲嗎 嗯 怕 問面嗎 應該知道吧 你說一語 好了 我分享完我的各種收集之後 我決定要去跟廁所做朋友了 我要去跟我的馬桶說哈囉 呃 死的還怕嗎 呃 如果是很大隻的蟑螂的話 怕 乖 蝦蝦 不可以吃蟲蟲喔 蝦蝦你不可以吃蟲蟲喔 蟲蟲雖然在桌子上也不能吃喔 懂嗎 乖 不可以吃蟲蝦 太過虛偽 反正那些美好都已難追 別喝著醉醉 容易滴碎就位 別愛得太切 就不會被遺憾包圍 你說愛的淚 借口不算群粹 我笑着说误会 才照顾是心扉 别合选拦醉 容易跌碎就没 别记得太心 就不会被往水去陪 截风的嗜好放手 让故事纷飞 爱一直继续 其实不用结尾 离开的理由 是感情疲惫 还有两座处事之间 往返的泪水 祝福的话 未免太过虚伪 反正那些美好 都已能追 别合选拦醉 容易跌碎就没 别爱得太沉 就不会被眼看包围 你说爱的泪 借口不算纯粹 我笑着说误会 才照顾是心扉 会被合选拦醉 容易跌碎就没 别记得太深 就不会被 我看着你 只能那些好放逐 而故事不非 爱一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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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 他不是应该要找你 他应该是要找食物 抱歉 他找错东西 他可能以为 你们会给他食物吃哦 我笑着说误会 在照顾是心扉 被合选拦醉 容易滴碎就没 别记得太深 就不会被忘却 都不会 你想要跳什么哦 我们家虾虾 应该 可能 没有办法 跳 一些 他需要 摆动身体的东西 我喜欢的是食物 我喜欢的是食物 我才不会轻易的被世俗的金钱给收买 懂吗 俺 小小你丟心咕咕嗎 你咕咕嗎 咕 I'm good Goodbye 我剛剛就是要說他可能沒辦法跳探狗 因為他好像沒有辦法這樣扭耶 什麼扭 他沒有辦法扭喔 他的腰沒有辦法扭喔 後面的腰腰姿勢很帥 他不是一直都長亮嗎 看起來像喝醉酒他怎麼會很帥 俠俠 You are so cool 我應該要是酷喔 你看他的嘟嘟 他都會放嘟嘟給我摸耶 你們家的有這麼乖嗎 你們家養的寵物有太乖嗎 他平常都放嘟嘟給我摸喔 對你們也不會怕聲喔 是不是 你家扇子都 那你的挺親人的阿 還不錯阿 要跟我一樣養的白白又胖胖又給人家摸嘟嘟很難的 你知道吧 哇養三隻蝦喔 平常開銷很大喔 畢竟蝦蝦的伙食費也是不少 真的乖還要幫忙故作 他平常都會在我的腳上 在我上課的時候 蝦沒有瘦 蝦平常伙食很好好不好 蝦平常喜歡吃一些生肉阿之類的 會動的最好 他就是喜歡最新鮮的 都不用幫他處理 他自己就可以進去 蝦蝦帶點名 剛剛後揚的角度 蝦蝦只剩牙齒 會動的最好 最喜歡你們那種還在動的人 生命力很活躍的 我們家蝦蝦最愛了 他喜歡活潑好動的人 蝦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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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牛嗎 蝦蝦牛不是已經處理過了嗎 蝦蝦還會動嗎 蝦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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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會阿 我是主人耶 我把他顧得這麼好 他怎麼能攻擊我 蝦蝦不挑 蝦蝦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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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生命力的人眼裡看到一點對世界的期盼 他可以從那個人眼裡看見一些他想得到的事情 喜歡鮪魚 生命的傳承 我沒有打他呢 他就是拍拍耶 不是有很多的貓咪喜歡拍屁屁嗎 他喜歡拍肚肚啊 你是不是沒試過 你下次跟鯊魚親近一下 看他有沒有給你拍肚肚 你下次去看他 有一些水族館你就會看到啊 有些鮮魚人會拍他們肚肚的吧 專業的都會拍啦 是疼愛 拍格要拍背吧 拍背應該要這樣 拍背要讓他們趴著吧 趴著 蝦蝦喜歡立的嗎 蝦蝦其實身體有點長 他立的有點吃力 畢竟他現在尾巴有點無緣 他去拍一下怕你都要不見了 哎呦 你要懂得跟鯊魚培養感情啊 你看我們家真是這麼乖 你看他的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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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頭又要靠背 這樣走 你看他的魚期多興奮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小嬰兒會拍死 庫露了我從來沒有照顧過小寶寶 魚期瘋狂擺動 這樣怎麼這樣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子 讓他趴著 他痛奶的話 怎麼看得到 我要有厚實的肩膀 我要有厚實的肩膀 是不是還是不知道 厚實的肩膀在哪裡 手背要空起來 空心的拍 會有那種 很大聲的 拍背 厚實的肩膀 我不懂 會吐奶 會吐在你身上 這個吐應該不會在擋 倒楣 或是後面 後面目前沒東西 空姐 吐在你身上就知道了 嗯 好問題耶 他吐的時候會不知道 吐下去就知道啦 對不對 不急不急 厚實的肩膀 為什麼 重新安裝Chrome 我有這麼久沒有打開我家電腦嗎 蛤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厚實的肩膀是一個性 對啊 是不可以查的嗎 12123 12123 起盤 來 旁邊有勇敢 好了我差不多剛練榜了 我們已經11點了 但是我的Chrome還在跑 我們還剩7秒鐘 還剩3秒鐘 他的7秒是騙人的吧 1秒喔 下載完成 正在等待安裝 好 很蠢而已 先綁很重要 他說 你的Chrome已經過舊 要更新 但是 我才沒有 很久沒有更新我的Chrome吧 好 好 謝謝小安的 你就是要要要的味道 但我為什麼想要變冷都無聊 只有你知道 我們家家電是每天關機的喔 只要用了就關機 不會一直開著 因為我們家家電開太久很熱 天啊 我要幹嘛 厚實的肩膀 都沒用 都沒用啊 不然開電腦要幹嘛 我有平板 也有Chugia 在我吸氣的時候飛出去了 所以這算是被吃掉嗎 厚實的肩膀 父親節快樂 不是 不是這個吧 空擠 電腦遊戲不玩了 最近不是都在流手遊嗎 對吧 厚實的肩膀 結實的胸襟 糟糕了 絕對不是這個 到底是什麼 欸 有人有關鍵字嗎 完全變成了日本人的生活型態 你說平板跟手機嗎 但只是因為剛好沒有用到這台電腦而已吧 有啦 加退選的時候 是用筆電 加退選是用筆電 肩膀 鯊魚 空擠 蛤 跟鯊魚有關 肩膀 鯊魚 好 鯊魚變那個鯊魚 沒有那麼殘了 不要擔心魚 乖 PTT爆空姐之亂 IKEA也跟上 PTT爆空姐之亂 之亂 好 PTT爆空姐之亂 IKEA也跟上 鯊魚指的你依靠的肩膀 PTT論壇 這三天爆發空姐男友之亂 原來是長龍航空三名機師 喔 對 爆出突破性感染 引發民眾不滿 有空姐在IG上轉貼男友PO文 反轟民眾獵巫 質疑 有多少人能忍受14天的隔離 被轉貼到PTT後 被網友炮轟 空姐也被棄底 空姐男友也因此親上火線 至空的 太 太複雜了吧 這一段 似乎只是自稱 什麼 反友只是自稱 甚至聲稱 蛤 蛤 蛤 值得你依靠的肩膀 所以說 他說的那個肩膀 其實是鯊魚 不是他的肩膀 是嗎 什麼東西 耶 這個是什麼 空姐男友 把空姐合照的鯊魚玩偶 誤以為是自己的肩膀 讓IKEA正式行銷 值得 喔喔喔喔 我知道了 IKEA自己放的廣告是不是 酷喔 可以講中文嗎 我剛剛在講中文啊 只是我也看不太懂而已 你們知道 就是有些 有些 那個平台的行銷都很厲害嗎 像 蝦圈也是行銷很強的 他們每一次都很跟上時事耶 而且他們分享的東西都真的很好笑 例如之前不是會有那個嗎 iPhone不是說 舊很破 然後 他分享了一個什麼 舊很蝦 是什麼東西的 然後我就覺得 太跟上時事梗了吧 對 時事梗很快 而且我之前有不小心 就是你們知道現在粉絲們不是都會 買那個 宣傳嗎 然後IG會跳廣告 然後我也有看到 成員的廣告上面 也是用那個梗 然後覺得 哇 大概真的是太跟時事了 就很貴 就很破 不是啊 翻破真的是很破耶 天啊 一直偷偷結我女友IG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也想要有一個可靠厚實的肩膀 蝦蝦 你能給我嗎 他要怎麼錄鏡 肩膀 肩膀要很靠的是不是 現在聊到 蝦蝦有厚實的肩膀 蝦蝦 請問一下肩膀怎麼靠 這樣子嗎 是嗎 這是肚子 大家這是肚子 哪裡有肩膀 蝦蝦你的肩膀在哪裡啊 蝦蝦的肩膀在哪裡 我靠的是蝦蝦的胸膛 蝦蝦也有大胸膛耶 好這樣就對了 我這樣子就有 我已經小鳥一人了 看不出來嗎 IG的圖就接近這樣 真的假的 很棒啊 很有肩膀啊蝦 你看 我現在很小鳥一人吧 你覺得呢 啾啾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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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啊 感覺蝦蝦要被扛去賣了 也不會用那個姿勢扛去賣吧 不是通常叫公主棒嗎 帶蝦蝦 緊不緊不動的耶 哇它沒有辦法耶 它太厚了 哈哈哈哈 蝦蝦一人 好了蝦蝦我們不要管他了 我們待會兒就要一起去享受 我們的天倫之樂 我們的快樂星球 我要開始念榜了 我要念榜了各位 M1 我對啊我這樣的蝦怎麼了 我也不過幾天沒有抱他 他怎麼會長這樣 你是不是最近有對他進行餵食的動作 對不對 不是吧 我們家的蝦不是公的嗎 當初設定不是公的嗎 不知道 他曾經是 曾經要找兄弟啊 他長大了會自己變雄性 是變磁吧 你剛說 你看的時候他不就是要帶場 那是要變磁吧 你剛說他變雄性了 他這怎樣 他這怎樣 中年 中年火食好啊 中秋吃太好啊 鯊魚真的會變嗎 鯊魚不好 哇今天好多人打疫苗喔 您養晚安 多休息多休息 記得喔 如果是這一批的話 應該會很想睡覺 就睡覺吧 都是BMT啊 都會想睡覺 好啦我們來念個棒 everyone Let's念個棒 今天的第十秒 對啊 一直叫數學課本 讓我一直以為 他是數學系的數學課本 謝謝 今天的第九名 今天的第九名就是 哇 你也去打疫苗了 差點被妹妹的聲音 把手機繞到地上 應該是被嚇到 掉到地上吧 不然我的聲音 就讓你的手機繞到地上 是件很厲害的事情耶 嗯 如果你放在桌上的話 怎麼會有把手機繞到地上 前面這個問題呢 但是 無論如何 打到疫苗還是要記得多喝水喔 如果想睡覺就去睡吧 因為送BMT 打完之後 我朋友是早上打的 然後下午就開始睡覺 報睡 可是 BMT好像不會特別想吃飯 那還好 可是 其實BMT不太長 不太長 發燒喔 可是還是會有人有微燒的狀況 所以大家還是要記得多多休息喔 謝謝博承 哎呦你是消化師 我告訴你 我是護理師耶 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的國中同學 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她從小的夢想 就是想要成為護理師 然後 那個時候她就說 她想要成為護理師 然後我同學就說 蛤 什麼什麼護理師 然後從此以後 她就說她的夢想 是成為護理師的護士 聽起來好恐怖喔 千萬不要 護理師的護士 就是 楊雄說她方面有什麼反應耶 那是因為 楊雄為什麼沒什麼反應呢 因為 因為 BGM平常看到我的時候 情緒都太高漲了 打疫苗對她來說 應該還好吧 沒什麼 對 喔對 楊雄是打AZ 所以 所以沒什麼感覺 她跟BNT沒有關係啊 BNT跟AZ 沒有關係耶 他們是不太一樣的疫苗 對吧 但我只能說 畢竟就是 她可能平常就是 春心蕩漾 現在就是 打完疫苗 發現她是個老人 認證的人 看了只有我能讓你 返回你青春年華 哈哈 今天的第八名 今天的第八名就是 最近好像有看到 放浪成帝的 新果的耶 是不是又跟AKIA有關了呢 哈哈 今天的第八名就是 我們的 國名姐夫 AKIA 謝謝AKIA AKIA 點點點 是因為剛剛那一段 還是羊熊那一段 AKIA點點點 實際很正確耶 只知道三下至九的 欸三下至九 我反而沒有跟到 但是我知道 向愛雅記跟殷錦翔結婚了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向愛雅記跟殷錦翔結婚了嗎 嗯 我是說向愛雅記跟殷錦翔 都各自結婚了 但是他們同一天發表 所以各大新聞版面就是寫 對 他們 他們 各大新聞版面全部都是寫 殷錦翔跟向愛雅記結婚了 然後連大前輩都寫說 真的是沒有想到你們感情這麼好 真的是很恭喜你們 但一開始都是故意的 就是大前輩這樣寫 然後我想說 天啊 潔錦翔 潔錦翔文太開了 對 不是真的是 不對 其實你知道真的對 因為 就是這樣啊 真的是他們結婚了 可是 不知道 你知道新聞標題如果寫說 殷錦翔和 和大爺 不對 對不起 殷錦翔跟向愛雅記 各自結婚 聽起來就沒feel 但是如果他們只是說同時公佈結婚 那聽起來也沒有新聞爆點 你不覺得就是要這樣寫嗎 這樣子非常合理啊 其實也沒有錯 對 就是結婚了 欸 請問他今天的日本股市還好嗎 我一直在想他們選擇同一天 就是同一天 分享這件事情 其實除了他們真的是有夠調皮以外 我很好奇日本的股市 還好嗎 日本大跌 不是因為 日本的股市真的是太跟這些 太跟這些藝人有關了 之前有各式各樣的 就是像國民女友結婚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說 之前還有誰啊 那個 等一下 像那個 很有魅力的那個大叔 對對對 福山雅治 福山雅治結婚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也是看到了 日本的股市 非常的 對啊 發表公告感覺是一對的感覺 而且連他們的團員都寫的像一對的感覺 巧本環那我覺得效益反而 不是效益 這不是效益 這影響 影響反而應該還沒有那麼大 因為 因為 畢竟 福山雅治他們都是 影響了好幾個世紀的人 哈哈 就是你知道嗎 不同 不同年齡層都喜歡的 都喜歡的 藝人 就是已經有一段 這叫什麼東西 就是 那叫什麼 有一段歷戀 有一個年資 可是 可是 巧本環那 還好啊 巧本環那 其實出到現在也沒有很久吧 當初 新元節音 也是出到很久了耶 頂多也兩個而已吧 你說兩個世紀嗎 今天 今天的 喔 對 公主 日本的公主 今天的第七名 今天的第七名 面面蠻可愛的耶 偶爾放個面面 但還是品函最可愛 不是吧 攝影 印象 我印象中的攝影 就是一個 氣質冰冰 然後說 他是 他自己是 小字跟醬油 很可愛很可愛 突然冒出直播間 跟我互動的一個文鏡 然後 對我 就是充滿著那一種 啊 一種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令人覺得 哇 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我印象中的攝影 是個乖寶寶 是個好孩子 是個一種 對我有一種 源源不絕的一種 暖暖的 很可愛 那種輕輕的感覺 怎麼會突然長這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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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高興圈名怎麼了 是誰教壞你了 是誰 為什麼你會學壞 你看 你看 每次攝影衝進來 就是送一個啾啾你 你就會覺得 喔這個人好可愛喔 天啊 還進來就 就是 就是這種感覺 你看 一種充滿愛意的表現 現在呢 你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好的不學學壞的 你就跟這些人一樣 進來就學會雜派 偶爾覺得不行 我說過好幾次了 我有說這個風氣是好的嗎 我只是無能為力而已 好嗎 變變看多了 見證就變成這樣子 我教 我我我我 看來 我未來可能 不能教育小孩 我就是把蕭蕭教的好而已 是吧 那蕭蕭你說是吧 蕭蕭跟我相處的時間比我嗎 沒有 他在 他總是 非常的 就是 乖巧的 陪我入眠 我們相處的時間 都是 跟周公一起的 你知道吧 然後 早上起來 他都在床下 那不是你踢的嗎 應該是你踢吧 反正通常我都是抱著瞎瞎 但是不敵面媽的拳打腳踢 所以瞎瞎就會掉到地板上 唉 我每次都覺得他很可憐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說話 對不對 好吧 結結攝影 可惡 欸 排名變了耶 攝影衝上來了 攝影我還是 我還是不會原諒你的 不要 不可以學壞啊 你這樣子我要 我要 你知道以前 我最近聽人家怎麼樣 就是 教狗狗 如果狗狗學壞的話 其實狗狗如果做壞事 就要 罵他叫他去罰站 你這樣子我要叫你罰站 笑笑 你做壞事的時候 會叫你罰站 你知道嗎 站起來 還可以 啪 啪 教狗狗 蛤 什麼東西電極棒 蝦蝦要怎麼貼啊 蝦蝦 蝦蝦要怎麼爬站 我想想 他可能這樣比較好站 你看 他這樣應該 這樣應該站得蠻好 不是 這是道理 我們要找一個施力點 喔 你不可以 你的腰要用力蝦蝦 你腰要用力 對就是這裡 好不好 跳舞的時候也很一樣 很需要腰力 喔 不行 他看起來已經是個軟腰蝦了 他不是軟腳蝦欸 他不是像那些人一樣是個軟腳蝦欸 他是軟腰蝦 他沒有被吊起來 沒檔 沒檔頭 沒檔什麼頭 欸好了 那現在 現在是第七名 這次的第七名 今天是熊的 是吧 今天到第七名 今天第七名 你看 瞎瞎被我訓練成這樣子 我是覺得他就是腰力差了點 但熊熊你覺得 你看看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剛剛那個姿勢 其實我是覺得齁 常常聽我直播的人應該都要做得到啦 畢竟我平常都訓練有佳 下次你可以表演看看 下次你可以表演看看 第一次的第七名是熊熊 沒辦法 不可能 別上了 熊熊的一百種姿勢吧 哈哈哈哈 今天看到 滴流明 滴流明 哇賽 浪Live的發票 中一千 等一下 請不要繼續再用這一千買浪Live喔 這是不是常態啊 就是沒有 魯迪說他真的 就是今天 就是對獎 發票 浪Live中了一千塊 但我覺得他很有可能 下一秒就是這一千塊 又投入了浪Live 我也不講 哈哈哈 就跟你說 這個一千塊 得來不易 應該要把它供起來 畢竟他是意外之財 他不能用 不是有人說 有人說意外之財要馬上用 但我覺得 這就是得來不易的一個錢 他是一個救命錢 他就應該放著 不用 這一千塊不能用啊 你知道嗎 用這一千買浪花 可能會再中一千 啊 這是很不方便耶 哈哈哈 這一千塊都不知道怎麼使用啊 怎麼辦啊 天啊 結果是你 喔 今天也以為是 結果是你刷了一千啊 哈哈哈 謝謝Rudy 他說他這個月中了四張發票耶 蛤 還是我其中有三張都去他那 我可能也有中發票啊 可是 你想哪呢 可是我 可是 就我可能還不知道而已 我的發票在哪呢 呵呵呵 今天的第五名 應該是我們剛剛的 聲音同學 是不是 聲音同 呀呀 一起舞 耶 今天的第十名 今天的第十名是 可愛雅恩 我愛啦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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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今天沒有叫我喝水耶 緣 我不是說第十吧 我剛剛不是說 第十名嗎 我是說 第十名 懂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第五名是 攝影啊 攝影啾啾衝上來 第五名 所以現在應該是 第十一名 今天是第十一名 我 就跟我休閒的 一種狹義感 你懂嗎 跟愜意是不一樣 我是閒暇的時候 才有這種few 愜意是不同的感覺 你懂嗎 大家要知道 今天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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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安 哎呀 我的這個是閃東 這是幾龍牆嗎 怎麼會有幾龍牆 長這樣 謝謝遇安 那從第十開始念 我怎麼覺得 我剛剛好像 那個時光機重回了一次 哈哈哈哈 謝謝余安 謝謝余安 要怎麼余安 要怎麼發一個小的名獎 今天的第三名 今天第三名 喔天哪 有我耶 今天的第三名 有我耶 哇 十八般舞藝 他說 他說元氣滿滿的 雅恩 十般般 十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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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般舞藝 我可能會變成十般 但是 哈哈 我可能只會變成十般魚 十八般舞藝 可能有一點點的困難 我 可以 打打看太極 哈哈哈哈 我有十般 我有十般 然後五藝 這樣子應該可以 哈哈哈哈 謝謝 元公公 嗨 對啊跟你介紹一下 這隻十般 要五藝 十般比蝦貴喔 請問十般貴嗎 十般 不會比蝦貴 十般是一個什麼魚喔 很好吃 你吃過很常吃 對啊 我常吃喔 抱歉我吃魚 我是真的不知道品種 我是真的不知道品種喔 我 真的不知道 我來看一下 十般 龍膽十般貴 哇 他們兩個同姿打欸 大家都認識十般 龍膽 龍膽十般貴 喔 所以看起來 小安跟楊熊 也快要同頻率了嘛 就差一個字而已 龍膽十般貴 龍膽十般很貴 下一個就是龍膽十般 非常貴 很貴 超級貴 很是貴啊 龍膽十般 喔 哇 十般魚長得很像魚欸 我真的吃過這隻魚嗎 有啊 才哥 就拿的時候就有 很大隻欸 他跟一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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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嘛 是不是龍膽的 請妳講 喔 喔 得這真的是龍膽十般欸 喔 好大隻喔 龍膽十般大到像一隻貓欸 他很像抱的一隻貓 你知道嗎 這是 ин象太一頓 好可怕喔 不是他真的像 妳不覺得很像嗎 這個大小 這是蝦 這不是魚 這不是整隻貓 很大隻耶 就很貴 喔好它本來就是魚 對不起 對不起我誤會你了 我以為它長的是石斑 不是魚 這隻魚長得好像魚喔 天哪 他長得要鏡頭給你 不要 今天的第二名 那我們辛苦囉 開學了還要聯繫 還有直播 真的辛苦囉 多休息喔 這一句好像已經留了三個禮拜了 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的天哪 明晶 明晶 對明晶可以在我打第二季的時候 跟我說要多喝水 隨便啦 我愛你啦 寶寶了 很開心啦 我發現我有一個很神奇的技能 雖然不是石斑斑五一都會 他就跟那個林潔心家的巧虎皮一樣 他的腳 不是他腳 他的手 他的手 他的手很好 很好按的 不是我發現啊 就是明晶 他是覺得我有一種無線充電器的一個功能 我雖然不是十八分五一 這是入場效果嗎 也太亮了吧 這個有夠炫欸 他剛剛是屏蔽我嗎 他剛剛是用他的光線屏蔽了我嗎 他真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入場的特效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上週 支援打莫德納 喔 莫德納第二季 帶他 喔 蟲蟲 蟲蟲哥 我們還沒有遇過蟲蟲哥耶 我還沒有看過蟲蟲哥本人 帶媽媽來打第二季 嗯 莫德納第二季是不是週期比AZ短 不是人家已經都等超過十二週了 不是不是我是照理說可以打的週期 對啊 但是 是不是等不到 因為莫德納我們有點少 剛好擋著整個頭 我在幫他 沒有我在幫他馬殺雞 今天的第二季 今天的第二季就是 我們的 嗯 嗯 內容 不要了 妳也很痛 是我快要死了還是他還要死的 滿景 learnt好難 欸太難了 蝦蝦你手有點短 熊的手是比你長一點點 所以你可能做不到 蝦爆 剛剛是挺蝦的啦 就很蝦你知道嗎 蝦爆 你看蝦好努力 蝦爆 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是誰 蝦爆 摸頭穿笑 這首歌的 彈的怎麼那麼 看起來怎麼那麼像 那個什麼在哪個路上那個 就是 你們知道嗎就那個路 試圖摸老闆的頭會不會直接 一個被打死 你可能會被電死喔 同樣是嘉義人羨慕王同學 只要支持他選市長 我們家王毅家 什麼時候有這麼遠大的志願 競選市長 競選市長 他是要競選吧 的市長 競選市長 競選吧 他要先從黑黑的紙 變成白一點的紙 他現在很白啊 很白的 你知道 我媽那天 居然對著 一家說 你看 蔡良恩坐你旁邊 你覺得你也沒有很黑啊 你明明就蠻白的 然後我說 等一下 蔡良恩坐你旁邊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不是你要稱讚王毅家可以 你不要帶到我 我一直支持王毅家 這是稱讚吧 這應該是稱讚吧 嗯 嗯 怎麼會突然中了一點槍 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 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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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你回嘉義競選市長啦 一家有說他被面媽稱讚到快暈了 他快暈你了 一家 可能用到明金牌的晚餐 他直接一個暈爛 可能面媽餵他吃的是有明金牌的 不知道明金有沒有出點週邊欸 我覺得可以加在菜 大家未來可能就是看直播前啊 或什麼會前啊 或者是reset之前 要多跟明金做互動 你喜歡去保養的地方 我們吃了鳳梨蝦球炒麵跟啥 我們吃了那個什麼 那是小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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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小 媽 那是小卷嗎 那是小卷嗎 那是小卷喔 炸小卷 烤牛小排 喔好 沒有烤牛小排 冷筍沙拉 然後高麗菜 龍珠 烤牛小排也好吃啊 但我有點忘記我那天有沒有吃烤牛小排 然後炸小卷是一定要吃的 他們家的高麗菜 有的時候真的不得了 超好吃 然後冷筍沙拉 跟他的炒麵是超級好吃的炒麵 然後鳳梨蝦球是一家很喜歡吃的指定食品 然後 我記得他們還有加什麼 他們家的冷筍沙拉很好吃 冷筍沙拉跟冷筍沙拉 還有冷筍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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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冷筍沙拉很好吃 還有什麼啊 對吧 就這樣 哇 有人覺得是麵媽煮的呀 天啊 如果麵媽可以免天都給我這樣一道道華麗的佳藥 我覺得沙沙應該不只上陣現在這樣子 沙沙可能再可以胖個十斤喔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有沒有吃過麵媽煮的飯 你說啊 有沒有 好吃嗎 你的眼睛騙不了了你知道吧 好啦大家晚安 姑白姑白 有啦 媽媽媽其實還是會做菜的 只是特殊節日的時候才會下廚 但是媽媽的手藝還不錯喔 還不錯 還不錯 但如果可以願意在各種各式各樣的節日都下廚的話 我應該會先嚇死 他會下廚 只是因為我們家的廚房 不太常 也不是這麼常用 畢竟 就是你知道如果要做 對他一個人在家的時間比較長 而且如果他要做菜的話啊 很多菜是沒辦法久放的 說真的 我們家有點不太適合 沒有辦法吃這麼多 因為 菜量很難拿捏你知道嗎 就沒有辦法 拿手菜是炒米粉 超好吃 然後還喜歡我媽 炒的香菇 她可能是喜歡吃香菇吧 我喜歡 炒米粉 然後你之前 小時候會熬雞湯 很好喝 然後 還有什麼 比較拿手很厲害的菜啊 你還有什麼很厲害的菜 你在講什麼 一點都不拿手好不好 我這輩子 我這輩子就吃了那一次 好吃啊 我二十年來才吃一次你很拿手嗎 哈哈哈哈哈哈 他沒有我問他你拿手菜是什麼 然後他點了一個我超級喜歡吃 但是我這輩子只吃過他一次做 然後太好吃了 然後他因為太麻煩了 他就再也沒有做過 然後 他跟我說 那是拿手菜耶 拿手的 沒有 那邊就是他第一次做 馬鈴薯燉肉 他就是馬鈴薯然後燉牛腩肉 然後再加 是豬頸肉 你是豬頸喔 你知道是豬頸喔 廢話那已經快十年了吧 有沒有十年前啊 豬頸肉 好 然後反正就超好吃的 但是因為他那天真的弄很久 我等飯等得很餓 所以 他就再也沒有用過了 再見 大家再見 我 我太受傷了 我後來瘋狂了 逼迫他要再煮給我吃 但是 因為那東西真的是太耗時間了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吃 飢餓行銷啊 太太太太太久了吧 飢餓行銷了十年嗎 越來越好吃 想對你說去晚安 對你說去晚安 對你說去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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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已經睡了 月亮已經睡了 只想對你說一句晚安 不問陰天下雨 還是多雲傳情 沒關係 大家開車快樂 不快樂 星期六 啊 星期六會晚一點喔 我不知道現在官方公告多少 但是星期六應該會是九點半開 應該是 嗯 沒一晚的話 沒一晚的話會是九點半喔 九點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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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點半 班班班班 九點半 班班班班 還不是打色團 你們去打吧 你們盡力的去打 喔 不然你們喔 掰掰 呃 晚一個半 九點半 原本難道是八點半嗎 八點半 一晚一個半小時喔 九點半 好對不起 是我錯了 晚安 everyone goodbye see you see you 這裡 鵞 有 你 趁 震 滴 不是 不 能 上 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